因为当时我记得好像我们俗里有个副导演 说要不要派个人盯着我 因为时常害怕我做出出格的事情 狂妙中阴狠的邦邦堂杀手老莫 并不少观众印象深刻 老莫扮演者名叫冯斌 18岁参军编防的他 在阿拉什安与北京度过了16年的军旅生涯 可能是因为军人出身 冯斌在出演小人物老莫时 将自己身上的使命感展现得一览无余 据冯斌回忆 他在拍摄前一个月才拿到的剧本 虽然戏份不多 但因为人物设计了他自己的故事 并且为了能融入人物 他还特意去了福利院 暗自观察孩子们的生活 从而建立戏里与女儿的关系 同时为了塑造人物的孤独与隐忍 在整个拍摄阶段 冯斌都将自己封闭起来 极少与人交谈 日常沉默被他带入到镜头之中 为此一个副导演还提醒过工作人员 让人看着点冯斌 别让人拍戏拍抑郁了 但冯斌一进入角色 便展现了活力四射 据冯斌透露 他与张颂文很多对手戏 都是两人的即兴表演 比如问高启强是否要对付安心 以及鱼当炮茶 和临走松棒棒堂这些情节 都是两人即兴商量拍摄的 冯斌戏内杀人不眨眼 但对女儿却是柔情似水 所展现的矛盾性格 令观众十分揪心 这种揪心 源于演员本人 走心且精湛的表演 演员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挣钱工具 可对于冯斌来说 却是一份职业 愿未来有更多的优秀演员 被人发掘